5號下午3點多 監視器拍下路邊角落一間小廟 突然發出巨大聲響 整座坍塌 嚇壞一旁民眾 施工小廟供奉太子爺 流行工人到場進行拆除作業 但屋頂塌下來 碎瓷磚 磚塊散落一地 流行工人被壓在下方 目擊民眾見狀 通報119救援 救護車趕到現場 但流行工人已經沒有神明跡象 手上還握著鑽牆工具 死狀相當淒慘 附近民眾表示 不知道太子廟為何突然要施工 現在壓死一名工人 感覺毛毛的 我都不知道 不然我們這麼撞過 太子廟之施工現場 因建物倒塌 工人被倒塌鑽牆壓述 已無生命真相 網友留言回應 聽說太子爺是用來鎮壓的 是不是沒做好拜拜儀式 當場死亡太可怕 疏忽了太大意了 公安意外釀一人死亡 事故原因和相關責任 相關單位釐清中 這賴館章 太難報導 好 如果有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往往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掃描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投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 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